最后一句话说我黑产品的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心怀鬼胎的 这个G7点名率非常高 我在京东买不到买不到 我只能在外面加了100块钱买了一台 配置非常好 是i913900HX1T的固态4060的显卡 京东首发价是8499 我是8599买的 不管哪个价格 我觉得都蛮便宜的 联想我买了两台还没一开箱 你们普遍反馈是贵 戴尔是又贵又一般 会补怎么样 马上看看 这三个品牌都是一线品牌 其他都是二三线了 品牌力产品力包括服务都会阻止很多人的购买 我马上开箱 开箱前的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是中正电脑 我们会经常开车一些DIY台式机 方案从1000多块钱到1万多块钱不等 大家有自己的方案 也可以联系我们的网店客服 所以很多人买电脑都只在这三家里面看 其实我自己掏钱买的不是恰饭 拿着手里感觉很好 一点都不厚 A面有一点点磨砂的质感 手感还不错 D颗的样子也挺好看 右边一个出风口一个A口背后两个出风口一个A口网卡HDMI电源 应该是左边出风口耳机耳麦口两个C口一共有4个USB口 它这个外观一点不让人讨厌 又不厚又不重 边缘也没有隔手感 脚垫在桌面的阻力感非常一般般 单手开合没问题 平开合的角度接近180度了 机身的刚性正常 三面窄边框底部两指多一点 触摸板手感有点怪有点软啪啪 键盘的手感正常有两个回色键电源适配器280瓦 样子还可以也不重850克2360克 键盘的背光是白色有独显止脸已经射成独显止脸了 控制台里面可以射成狂暴模式自动风扇 但是风扇还是有点吵 因为没有负载 好像惠普这三体动画板里面做了广告 这里还预装了比里比里 它风扇噪音非常让人反感 是调度非常让人反感 现在CPU几乎没什么占用 但它风扇是3600转 改成平衡模式在2500转 风扇噪音小很多 我很可能下面全用平衡模式去跑 这种厂家会让你觉得它傻 或者说不走心 明显它可以做好 现在也没干什么 只是拷贝东西而已3400转 这里有一个mine会谱打开 我浪费你们一点时间拖到中间来 什么都没干 什么都没干 我鼠标也没点 什么都没干 闪退 我只是想更新主板BIOS 看看它风扇逻辑会不会更好一点 i9这个CPU是8个大核 16个小核 二级缓存32兆 三级缓存36兆 主板的BIOS版本是F02 内存很好 是两条8G的5600 这是第一次看到笔记本上 游戏本上这么高屏的内存 是海力社的颗粒 PL12是55瓦和130瓦 RTX4060的独显示 3072的扩大数 128位的显存的位宽 8GB的容量 极力6X的显存的颗粒 平式京东方是2560 乘1440的分辨率 240赫兹的刷新率 无线网卡是英特尔的AX211 硬盘是凯霞 型号不明 有可能会比较热 主板的BIOS版本提示是最新 Omen的控制台 也是最新更新过了 内存很猛 82.8G每秒 82.9纳米的延迟 老版鲁达斯的跑分 新版鲁达斯的跑分 工业软件 表哥自己看一下 相对于别家的4060偏低一点 性能设置没问题 已经是最高了 23多核10分钟的跑分 是24508 比较低 同样的一个CPU 雷神是27000多分 高11% 这是惠普 那是雷神 特的跑分是2100 这个非常不错 但是还是雷神高一丁点 CPU的其他跑分 自己看一下 连续跑30拉25 最大值是4212 最小值是3749 差值非常大 是463 这个对于游戏版来说的话 是比较一般了 只有前面6轮是正常的 第七轮就掉到底了 比雷神差的原因也就在这 3DMark 显卡的跑分是10428 是4060的正常水平 最右边最高的是 RX6800XT 台式机的显卡 高85% 跑分的时候 显卡的频率在2.5G左右 硬盘跑分 它风扇也会狂转 就很费姐 CPU根本没什么负载 硬盘的跑分很好 200G的缓和模式 初缓存是在100G左右 平均读5.1 写入2.6G 最高温度69度 那这块板基本上 没什么问题 格式工厂 刚显视频的时间是89秒完成 有痕比才知道这个数值很差 雷神同样的CPU是79秒快11% AMD的7845快15% 台式机的7900X是66秒完成快25% 剪映剪辑视频 应该大家速度都差不多 显卡跑满 CPU没什么占用 55秒完成很正常的速度 雷神是快751秒完成 台式机的7900XT 43秒快21% 单烤CPU是100瓦 大小和频率3.4和2.9G 环境温度22.3度性能模式是他最高的野兽 还是狂暴 好消息是他应该炒的时候并不炒 只是沙沙的风神 考虑了21分钟 90瓦CPU 大小和频率3.2和2.7G 76度温度也不高 双烤时在人的位置59.6分贝 机身上63.8分贝 插线板上232瓦 双烤时显卡的频率2.5G 71度96瓦 CPU是2.7和2.4G 70瓦81度 才发现显存的温度有点高 96 98度了 有点像戴尔的100度了 单烤显卡频率没什么变化 但温度降了很多 摄像流的效果很好 屏幕亮度 334 295 259 284 275 261 277 262 245 有对比才会有感知 明显这个机器把钱都省在屏上了 右边是一个21款的MacBook Air 拉近再看一看 机器内部两条出热管 两条细热管 一共两个风扇 四个出风口 还算用心 主板芯片组特地伸出来覆盖了 两个硬盘位都有散热片 两边扬声器83瓦时电池 两个插拔的内存扬声器 开始跑游戏刺客信条英零电 1920×1080的最高画质 88帧帧帧数非常不好 摩霸7 Plus的同样的显卡是99帧 高12% 把两开分辨率也跑跑看 不行 帧数还是很一般 摩霸7 Plus的4060是72帧 高14% 台世界的6800XT是112帧 高77% 性能设置没问题 独显之联 狂暴模式 古墨丽影1920×1080的分辨率 显卡的频率2.5G按说没问题 CPU的温度稍微高一点 127帧还是很比的4060里面最低的 摩霸7 Plus的4060是146帧 高15% 台世界的新版3060Ti是155帧 高22% 跑一下2K 82帧 摩霸7的4060是94帧 高14.6% 同样的4060 台世界的6800XT是158帧 高92% 将近一倍 CSGO的最低画质 631帧属于正常帧数 但是同样配置的雷神是744帧 地平线52K的最高画质 63帧还是很比的4060里面最低的 活应的4060是75帧 高19% 台世界的6800XT是126帧 刚好高一倍 赛博朋克2077和其他机器一样的设置 68.2帧 没打过 摩霸新锐 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摩霸7的4060是74帧 高9% 台世界的6800XT是高70 70116帧 风噪声已经开始让我烦躁了 我可能会快点结束 荒野代表克2 55.5013还是没打过 摩霸新锐 摩霸7同样的显卡 高10% 台式机的6800XT 高83% 是101帧 继续 占第5 1920×1080的最高画质 100帧出头 差不多是一个3060的帧数 员 非常差 整个使用过程中都非常让人烦躁 烦躁动 它的噪音完全没有规律 别家机器是有负载就吵 没有负载就安静 它是有负载很吵 没有负载的话时不時吵 我建议惠普去机械革命挖人 曾经我喷机械革命 那控制台很糟糕很吵 人家转脸就改好了 很难嘛 绝大多数DIY的主板里面 都可以自己手动拉一拉 风扇转速的曲线 惠普这个控制台 已经喷了好多年了 有改进什么 第二个CPU性能差 我相信很多人是冲着这个i9 来买这个机器的 雷神同样的CPU比它强11% 这是惠普说不过去了 有人奢望后期能够优化好 我回想了一下 好像没有这种先例 第三个帧数 而且匪夷所思的底 这个我只是陈述结果给你们 至于什么原因 跟我没关系 第四个是平观感一般 你也不能说它差 反正就是很一般好 机器的优点是8499价格非常便宜 然后机器也相对轻薄 品牌也比较好 我负责给你们陈述优缺点 可能众所周知的原因 你们不太容易在其他地方 看得到缺点 那我会侧重的去讲一讲 你们根据优缺点去契合自己 看自己是在意还是不在意 再做选择就这样子 好了开箱完毕 最后开箱机折价 我是8599买来的 就减500块钱8099 会随机的时间上架了我们的网店 我们的网店是在淘宝的首页 搜中正评测 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是在微信里面搜中文的中正电脑 公众号才是我们的大本营 其他平台都会晚一个礼拜发 最后一句话 说我黑产品的 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心怀鬼胎的